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下会这样跟你论述盘的后事 今天你会看到很多人跟着摇旗呐喊 谁是第一名 谁是第二名 谁是第三名 我相信同朋友你看得很清楚 这样的解盘风格 不管是操作 还是所谓的一个盘式的一个论式 喜欢跟你直球对决 正面迎战 我没有再跟你模拟两可 所以对于昨天节目的内容 昨天没有看的 去把我YouTube频道的一个节目带 调出来回顾一下 对你的未来操作 一定有所帮助 要会学以自用 每次最关键性的时刻 我说过 大盘重挫 把我的节目看完 对你操作 一定有正面的帮助 昨天 大盘 跌了273点 跌到15367 我说这个盘随时会强谈 any time 所以你要stand by 大盘从18000 跌到昨天15000 跌到几点 跌掉了3252点 我说至少会谈个0.382 准备迎接千点大行情 为什么 三天融资就大减100亿 上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三天就减少了100亿 昨天那一根中长黑 我们跟你预告 盘所带给融资的压力相当大 相当沉重 至少大减50亿以上 结果晚上交易所资料 公布减少90亿 所以四个交易 融资大减190亿 筹码那么干净的台股 融资水位已经来到 今年度的低档区 漂亮筹码面 符合很轻 所以今天早盘或是尾盘 不用什么太大的攻击量 它就可以大涨361点 所以昨天 随时会讲谈 准备迎接千点的大行情 大盘从18000到15000 跌掉了3252点 如果它谈生的0.382 至少有1242点的空间 如果谈生0.5 会有1600点的空间 如果谈生的0.618 会有2000点的大行情 所以这个行情 先看反弹再看回升 今天拉出中长虹 把昨天那一根黑鸡棒吃掉了 你认为大盘 有没有机会涨 1,200 1,600 2,000点 甚至看到回升 有没有机会 当然这个机会是存在的 为什么存在 现在6月底了 半年报 季底 作账即将结束 你所要迎接是下半年的旺季行情 每年度的下半年 不管是台湾的进出口业 或是电子股的业绩 下半年通常会比上半年好 所以上半年大家很辛苦 大盘跌了3000多点 有没有机会回升 这个机会是存在的 当然要看外资来配合 外资如果它的买盘源源不绝 一直买一直买 这盘 当然有机会涨幅超过2000点 产生一个回升波 到时候我们再来个论述 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国际情势的变化 我们要且战且守 我昨天也跟你讲过 不要预设什么立场 所以大盘的结构 在融资四天大减190亿以后 今天不用太大的攻击量 就涨了361点 很漂亮 失去的 需要 尽好是来帮你的 我会帮你东山再起 我会用绩效带你反败为胜 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时刻 尤其昨天才刚加入会员的 你今天应该觉得很幸福 因为今天几乎是 所谓的盘 签点行情的八栋买点 今天买是最漂亮 昨天尾盘下沙买也OK 所以今天早盘8.53分 还没开盘 我就已经跟我们会员交代一下 昨天融资大减90亿 三天减180 四天减了快 所谓200亿 台股有机会展开签点以上大行情 因为融资大减了 我今天会用市价买进或买回一些标的 所以我今天在早盘8.53分 还没开盘以前 就告诉我们会员 我今天会用市价买进或买回一些标的 请会员一定要跟上 早盘在那边震了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行情好像没有那么漂亮 搞不好又会开高走低 那你就错了 昨天的分析就是要给你一个正面的注解 今天早盘下去买下去追的 OK啊 尾盘几乎是最高啊 所以早盘融资还在减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晚上看一下交易所的资料 搞不好今天融资会下降 那对盘市的一个上扬的空间 会有更大的一个助力 指标性个股 联巴克还是台积电 我昨天没跟你带到 联巴克在大盘 昨天破底 他就开始止跌往上弹升了 所以这党联巴克啊 你来跟我操作 你来跟我合作 应该是无往不利啊 因为清老师 折到较轻 股市 那个结构 深不见底啊 你要折到较轻 较轻 联巴克三月底 981你有跟我卖的 打到四月底啊 这叫底部啊 805 机会啊 差了180块钱左右啊 第一趟的操作 805到843 38块钱 第二趟的操作 从5月10号嘛 810以下买回嘛 我讲了几次 810以下 第二趟的操作 不随便卖 所以来到5月27号 851嘛 留着啊 最高冲高到930啊 曾经赚了122块钱 没有卖 大家很清楚嘛 我什么时候卖的 礼拜6月13号 卖在904 所以本来可以赚122块钱的 变成赚96块钱啊 第二趟的操作 所以两趟的一个操作 累计的绩效134块钱 那礼拜卖掉之后 我们跟你预告 联巴科 再跌下来 我才会出手嘛 上礼拜二的分析啊 所以当他如同我的预告 弹上去 我当然不会照进 你反而要先站在卖方 上礼拜四啊 台股开高了210一点 那不是攻击盘 我告诉你 我都在卖股票 我没有较劲任了一档股票啊 所以连马克上礼拜四 你也应该要会卖 你不卖 礼拜五真的掉下来了 如同我规划掉到831啊 你用的卖点 差了73块钱嘛 他有没有按照我的规划在走 所以股票 它是可以规划出来的 就看你了解够不够透彻啊 不管是它的基本面的发展 或是量价筹码形态 的一个态势 所带给你的未来走势 你其实可以了然于胸啊 是不是 有没有下来 有没有下来 831啊 按照我的规划再走嘛 昨天台股破底来到破断跌点 跌了273点啊 连马克已经涨9块钱了 今天连马克也没有继续一个大涨 光是这三天 它已经弹升了37块钱了 IC设计的啊 所以今天对一些IC设计的个股 我们当然会做一个 重新进场卡位的动作 包括这一档金浩科 如果你之前高档有卖的 你今天当然可以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那如果之前你高档是没有卖金浩科的 今天当然不要杀低啊 昨天的节目已经给你预告 准备迎接千点以上的大行情 如果你今天把它砍在地板 那我真的爱莫能助啊 包括昨天的低档也是如此啊 所以连金浩科本利比剩五倍啊 今天度的EPS20块钱嘛 100以下物超所值啊 本利比剩五倍嘛 今天出现低档的长红攻击 今天可以买啊 早盘9.05分的金浩科 本利比剩五倍在98.5附近试价买 我早盘 8.53分就告诉我们会员 我今天会用试价买进或买回一些标的 金浩科就是其中一档 当时候股价在97.6 你去对市对价 97.6买下去 盘中有没有亮灯 早盘在那边震啊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行情 搞不好会像上个礼拜四 那个开高走低的一个态势哦 上礼拜四 涨了210点 变跌160点 高低点370点啊 光是上礼拜四 我们不管是给观众或是会员的经理 相信至少避开那800多点的风险 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今天的金浩科 当然要卡位啊 包括昨天啊 下杀 希望不要杀低 持有的反而可以站在买帮 所以今天金浩科 第一档长红攻击 本利比剩不到5倍啊 100以下 97.6做卡位 今天几乎可以赚 快要一根涨停板嘛 那这一档创委也是如此 泰文西的概念股票 上礼拜四 跟大盘一样 开高走低嘛 连续跌了三天 今天出现拇指转折向上讯号 早盘9.09分 创委在167以下就买进 09分在166.5 对时对价 167啊 167啊 买下去啊 买完之后还在平盘附近震荡 曾经来到平盘以下 163.5啊 盘中拉高173 所以对联马科所带动出来的 一些IC设计股票 你记得要低档做卡位动作 只要一些机优性的个股 下半年他的业绩展望 比上半年更优势的 更有爸爸力的 千点以上的大行情所带给他们利润 不是短线 我既然已经告诉过你的 这个盘至少千点以上 不要做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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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你想要当山再起的 需要我带你转波段的 这个时候当然是最好的时机 长龙航空是解封的收尾股票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病毒共存 全球都在解封 都在开放边境旅游嘛 所以这种解封的收尾股票 你趁低当买都相当OK啊 不然是昨天今天 我认为都可以做卡位的动作啊 今天9点12分的长龙航 30.2附近市价买 12分股价30.1 你去对价 30.2一定买得到 对这种量都还几百张的啊 市价买也OK啊 是不是 这边还有来到30以下 尾盘亮灯所掌停 今天有没有现买现赚半根 这行情 大不大 先看反弹 再看回升 金老师 对解盘内容很客观 我所给你的 是一个正确的投资概念跟方向 我不会在那边用喊的 昨天的节目 哪一位分析师 可以像金老师一样 告诉你 准备迎接清廉大行情 你找得到吗 今天大家这么摇旗呐喊了 大家讲的口沫很飞啊 领先市场 是需要专业实力的 是需要一定的一个 所谓的操盘经验的 不是涨上来了 健烈欣喜啊 这样子好 是不是 所以这个行情记得 千点以上的 大行情做波段 下半年 很多档个股的业绩是比上半年要好很多了 经历了3200点的回档 那叫过去时 未来下半年的走势 需要金老师拉你一把的 不会用绩效带你反败为生 真的很关键 真的很关键 不要措施良机的 这一档第一季获利 年成长倍数的IC设计股票 落底买点 落底买点 来到相对低档了 这时候不买 太可惜了 为了行情 不晓得如何操作了 我爱你利用广告众资讯权线 跟现场助理做联系跟假谈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给婷娟 好 那么更多操作的建议广怀 来继续再请蔡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家执行投资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这档加金在上个礼拜是做了八档的动作 那接下来连叠三天 买还是卖 买还是卖 每次的操作 我总是喜欢用反市场 来传达我的操盘节奏 大盘回档 股票跌跟我买 我的操盘风格向来是如此 上去该停利该解码 我这样会有所动作 好不好 所以5月10号的加金是不是低档 87.5 低档长龙吞噬 这当然是一个买点 买完之后突破月线 回测月线再买 6月8号涨了23% 来到106 那时候没有卖 没有卖就是没有卖 什么时候卖 上礼拜四 103做八档 有没有跟你对时对价 当天台湖炒盘涨了210点 记得吗 上礼拜四我都在减码 我都在卖股票 我没有进 我没有追任了一档股票 很重要上礼拜四 对 上礼拜四你有跟我卖的幸福 大盘连跌三天 跌掉842点 加金一样被大盘拖累下来 多头行情慢慢的涨 很快的跌下来 所以会不会卖股票是差很多 所以整一个加金 今天明白告诉你 我有做接回 今天礼拜二9点06分 加金在90以下就接回 06分股价在89.8 你去对时对价 90以下保证一定买得到 很好买 早盘你还在犹豫吗 犹豫一下他就拉高 盘中大涨7% 所以个股里可以操作 如果可以掌握上涨那一段 赚取完整利润 那下跌段利润要 下跌段的风行要能避开 那更重要 加金不是如此吗 对 上去虽然没有卖到最高 我承认 那上礼拜是那个决战的 关键性的卖点 你又跟我卖的 连跌三天了 那三天跌得又凶又狠 几乎跌回我们之前的起涨点 所以我们的一个操作 上涨那一段 我这样帮会人赚取 完整的利润 我一档修正那个风险 尽量避开 这样就够了 所以我常告诉你 股票的操作 把握住一个原则 低进高出 高出完再低接 重复这样的模式 你才有办法无往不利 否则每次都是股票 涨上来的 你才在追高我的股票 跌下来才说要卖 你赢完 赢不到钱 未来行情如果真的涨2000点以上 市场上的财户跟你没有缘分 得二维 大盘之前跌了3000点 我们三趟的操作 累积了103块钱 已经讲过几遍了 对不对 那最后一趟 卖点320 卖完之后还有冲高 涨停不追 下来回档七天 318.5 开始做接回动作 来到6月14号 313.5 连接四天 连买四天 313.5 还是当时候破断低 连买四天之后 隔天大涨 15块钱 上礼拜四 来到350 买还是卖 上礼拜四 早晚开高 至少减码一半吧 是不是 所以整个德维的一个架构 这是一个减码的位置 不是让你去追高 盘子如果看有做股票 就算是简单 盘子如果看没做股票 里里里里 你是怎么贪钱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要跟你解大盘 要给你一个正确的投资方向 跟策略 所以礼拜四的德维 如果有减码的 下来呢 308.5 可以不做卡位 减码的动作 高档卖 低档接码 308.5我有接 今天更低 来到302 再买 再买 9点17分的德维 在307附近可以再买 17分 股价在306 你对时对价 今天早盘307 再加码德维 有没有拉高 来到321 现在这个操盘动作 很明确 没有再跟你删夺 因为这个盘 最外的情况 是在昨天以前 尤其是上礼拜四 上礼拜四去乱追高的 连续回档三天 跌了842点 很多人在昨天受不了了 卖 悲观 甚至卖完之后还想放空 有没有 不然为什么融资昨天大减90亿 悲观的气氛 笼罩全个台湾的市场 谁是在最悲观的时候 拉你一把的分析师 昨天公开给你的 准备迎接千点以上大行情 今天300多点 你也不要计划说 每天都涨300多点 那三天就900点了 不可能这样走势 不过目前要等外资归队 外资归队的买超力道 足以让台股 不管是1000 1500 甚至更多2000 这都有可能性 我们要且战且走 随事而转 这档光解 4月27号落底 波段低点 67.7 没有我带你买 你敢买吗 是不是 我说会给你绝对正报酬 有没有上去 上去月线 我说会过 不是反压 讲完之后 过了22% 藏黑打下来不卖 这都是很关键性的时刻 还没过月线 告诉你月线会过 藏黑打下来 告诉你不卖 什么时候卖 冲上去 大涨85.4卖 从低档到高档 你以为赚三成 很简单吗 从这个落底买点 到我卖出的位置 没有一天是涨停板的 现在同学 陈老师专门分析机油股 专门带会员买机油股 我们所要的是一个 一开始买 你买的安心 那个过程的震荡 陈老师会带你 赚完整个波段 你不会被洗掉 所以85.4卖掉的光节 接下来还有更高 很像整理 很强势 但是如果你不卖 杀下来 上礼拜五变68 可以接回吗 昨天已经跟你讲过了 上礼拜五之前 我是没有动作 昨天 肠黑再灌到63.8 破前波低档的买点 我说过 我只要出手 就是要赚钱 多多航情 慢慢的涨 急跌 所以整个光节 今天小涨 它就如同之前的 慢慢的涨上去 那就很漂亮了 对于个股的分析 金老师总是喜欢跟你讲在前面 你当然会印证在后面 所以这档个股 每月印收 至少年成长两位数字的 第一档 要会买 今天藏宏 刚开始要发动 所以未来很多档的下半年 成长性具有爆发力的个股 那都是波段利润 掌握的绝佳实际 还不需要如何操作了 当然欢迎加入金老师的行列 让金老师带你中山再起 从明天开始 我们可以一起来对时对价 把节目时间交给婷娟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来到本公司 所推卸分析之各有家证券 无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投资人该独立判断 选顺评估 并且支付投资风险 也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